Hello 大家好 朱春老 早前市場有傳 永里昨日起 與博彩中介人終止合作 昨日我親自到永里皇宮實地了解 在北大堂大家看到 原有個太陽城貴賓會的招牌已經黑暴蒙頭 轉角位的招牌也是用黑膠紙遮住 一路走入貴賓會所在地的門口 招牌拆了 入口攔住 但仍有個穿紅衣的永里保安在門口的鏡頭看著 免得拍個保安哥哥 永里澳門有限公司董事會副主席陳志玲 昨日接受訪問時確認 永里與博彩中介公司合作年底前陸續結束 永里在疫情後中場收入其實佔整體收入七成半 未來會繼續主力發展中場業務 從新一直以來遵守法律 未來發展中場從高端中場為主 並會以文化體育項目配合旅遊家作多元發展 不過看昨日永里皇宮是多了客人 無論南北大堂也多了人拍照打卡 這些都是少有熱鬧 以前是沒有的 拖行李箱又拖男大女一家大小 不斷有客Check-in都是內地客 可能下來澳門過白色聖誕 現在房價真的很便宜 而賭場那邊一直有客進去 如果疫情好 客多了 主力發展高端中場業務 其實都頗好做 對顧客而言 以前有不同的中介人來接待顧客 現在就變為自己公司接待顧客 可能服務更好些 好 這一集介紹到這裡 如果喜歡Channel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 下次見 拜拜